你知道荒村爆笑团的原作是咋完结的吗? 首先该作其实是由女性漫画家中村光老师 于2004年在史可威尔爱尼克斯旗下的半月刊 《Young God and God and》创刊时期就连载的漫画作品 该作于2015年正式完结 供出了401话的剧情发行了15卷单行本 我们2010年看到的两季TV动画版 实际翻拍了大致前267话的内容 演到了单行本第10卷 但可惜的是第10卷的主线剧情 动画正好没有演到那 所以单纯的看动画的话 会以为这真的是一群脱线的电播族的日常故事 但其实这个故事里真的有外星人啊 首先这个故事的真正大反派就是 何同老村长 其实在动画故事线的几年前 作为阴阳师且家财万贯的老村长 发现了一对金星夫妇有一个UFO房产 财迷心窍的老村长带着自己的弟弟艳苏 绑架了金星夫妇的龙凤胎儿女 村长更是单独的带着金星夫妇的儿子跑了回来 说女儿他已经杀掉了 现在老村长要拿儿子的命 强迫金星夫妇把UFO送给他老村长 这话一出金星夫妇的儿子听完当时就死了 原来金星人都是成双成对出身的 并且一生都不谈恋爱 直接龙凤胎长大之后自动结婚生子 但是如果龙凤胎其中一方死了 另一方得知消息以后就会触发保护机制 直接吓死 本来老村长只是想吓唬吓唬外星人得到UFO 结果却真闹出了人命 金星夫妇看到儿子已经死了 害怕带女儿回去 女儿也会毙命 所以金星夫妇决定把女儿留在地球 并且不让女儿 他知道自己另一半已经死的事情 金星夫妇还把UFO送给了老村长 让老村长来照顾他们的女儿 老村长自觉犯了滔天大罪 便把UFO上的房产变成了荒川 带着自己的保镖玛丽亚和修女 一直生活在荒川这照顾金星人的女儿 而这个女儿就是本座的女主小山 为了保证女主的安全 老村长用阴阳素的结界 让女主无法离开荒川河堤 同时阴阳素也让外面的人 没法轻易的进到荒川河堤里面 但是老村长为了赎罪 还是有意的让女主 在地球上寻找一个自己真爱的男人 直到后来 自私自利的男主出现 让老村长得到了不少心灵上的危机 但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出现了 动画里一直调查老村长真实身份的那个漫画家 竟然找到了老村长的弟弟 雁鼠 雁鼠自大金星人事件之后 就被老村长用阴阳素挡在了荒川外面 老村长是不希望自己的弟弟 跟自己一样陷入良心的谴责 所以赎罪的事情 老村长打算一个人扛下来 但雁鼠可不是这么想的 雁鼠得知漫画家想做的事情之后 便帮助漫画家把男主的女秘妻给洗了脑 同时他们还拷打了黑道鸟头大哥 得到了进入荒川的信息 这两人还联合了NASA的一些人 给女主准备了一个真正的火箭 打算把女主送回金星 好让老村长彻底解脱 巧的是 老村长此时正好安排了一个假火箭事件 打算试探男女主感情的 结果这个计划正好被雁鼠给利用了 差点就真的把女主给送回了金星 好在男主不离不弃 在男主和男主老管家的帮助之下 火箭最终 把男主和老管家送去了金星 这俩人去了金星以后 那真是九死一生 刚到地面的时候 俩人就遇到了怪物 甚至老管家当时就被怪物吞进了肚子里 好在在女主哥哥的帮助之下 男主最终躲到了女主爸妈所在的城市 对没错 是女主的龙凤胎哥哥救了男主 女主的哥哥虽然死了 但灵魂一直没有消失 女主哥哥的灵魂当年陪着父母回到了金星 而男主也在金星的城市里 见到了女主的爸妈 女主爸妈热情的招待了男主 然而男主此时已经被吓得精神失常 把女主妈妈的宠物给吃了 好在女主妈妈很随和 所以后来女主的妈妈用亚马逊包裹 把男主寄回了地球 甚至女主的妈妈还说出了change 希望女主去换个男人 男主回到地球以后 精神依旧是失常的 得亏男主不想欠心性男的人情 下意识的把男主自私自利的性格给逼了出来 才恢复了正常 但男主正常以后 男主一听到管家的名字就又会发疯 好在男主的老管家后来也得到了女主哥哥的救助 女主爸妈还送给了老管家一个飞船 用最高礼仪把老管家送回了地球 老管家回到地球以后 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到处给男主使办 但实际上老管家是希望让男主有所成长 同时另一方面 老管家跟女主的哥哥达成了协定 老管家带着女主的哥哥灵魂来到了地球 为了让女主的哥哥能跟女主见面 老管家借着给公司找模特的机会找了一个跟女主哥哥差不多 也不爱穿衣服的男模 借着男模想要在荒川自由自在生活的这一特点 完美的避开了老村长的怀疑 然后老管家借机让女主的哥哥附身在了这个男模的身上 让哥哥与女主见了面 女主因为精心人的特性 兄妹俩一见面就互相暧昧了起来 导致男主以为自己被劈腿了 失落的到处逃避现实 最后还是在漫画家和老村长的弟弟燕淑两人帮助之下 带着失落的男主回来重新面对了现实 而女主的哥哥则带着女主成功破除了老村长设下的结界 第一次带着女主到了荒川外面 同时女主的哥哥还献出了真身 正当男主打算直面感情把女友抢回来的时候 哥哥把真相告诉了大家 并告诉了女主哥哥他本人已经死了 幸好女主生活在地球多年 所以一听到这个消息 女主当时就死了 灵魂也飘了出来 好在男主很坚强 立马逃避现实 转身就走 然后太难过了 想不开也死了 灵魂也飘了出来 见此情此景 女主气愤不已 当场还魂回到肉体里 大吼道 你怎么也接受灵魂从嘴里飘出来的这个设定 然后女主硬是把男主的灵魂给塞回到了身体里 正当女主的哥哥要不依不饶 强迫女主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 老村长除灭说 这一切让我来赎罪吧 老村长把荒川河堤变回了原来的UFO的状态 说要跟女主的哥哥一起回惊心赎罪 老村长这要是一去 可能真就会死在惊心上 但好在男模本体跳了出来 说喜欢女主的哥哥 男模他愿意跟女主的哥哥回惊心去 于是女主的哥哥找到了真爱 跟男模做的UFO回惊心去了 从此女主也不会再有生命危机 老村长他们也得到了解脱 所有人都彻底的脱离了荒川的束缚 星星男知道了男女主是真爱 差不散以后选择回去继续当歌手了 而男主则搞起了宇宙开发的事业 打算未来带女主去精心提亲 故事演到这里也正式的落下了帷幕 好了以上就是大致的荒川爆笑团的原作 大致完结的剧情 其实除了组线剧情外 这个动漫的日常剧情也挺爆笑的 非常值得一看 那么各位还有啥看法和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 你还想看哪部动漫的原作是杂玩节的 本期视频点赞过2万 我就两天之内做出下期视频 望各位多多点赞 多多支持